千呼万万使出来有宝琵琶半遮掩 自从取年照丽颖和冯少峰正是宣布林郑结婚到 今年年初作为丈夫的冯少峰正式宣布有 了一个儿子开启了新的生活 不难发现夫妻之间的二人世界一下子变成了三口之家 夫妻之间的恩爱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层次 用粉丝们的话来说他俩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这么一对年轻的情侣 难道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吗 毕竟有了孩子以后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 给孩子为奶对老婆细致入微的体贴意义 及对儿子都要加倍呵护 所以当时大家担心作为一个丈夫冯少峰游 一个男人胜任为父亲不能不说是一个退 便当然作为一个暖男一枚他还是比较适合的 而且名副其实 自从有了宝宝以后两口子自然是辛苦了许多 而且赢宝对儿子的态度格外细心 耐心就连丈夫都吃醋了 作为丈夫在家里地位不保了 被儿子取代了 大家都理解一个妈妈的苦中 知道老婆照理应对儿子的付出是天的可见的 而且冯少峰吃儿子的醋是假 心疼老婆是真感觉到太辛苦了 根据最近一段冯少峰的行踪 人们发现很少有他的身影 多半是留在家里 老婆大人的身边 仔细地呵护 让赢宝的身体早日康复 而且据冯少峰自己讲述 有了宝宝以后 儿子还小 不懂事 所以有时候太吵了 赵丽颖不到两个小时就起来一次给宝宝喂奶 乃义立刻入水 依时不得消停 而且在每次赵丽颖被儿子吵醒的时候 丈夫冯少峰也跟着一起醒来 等赵丽颖给儿子喂完奶以后 冯少峰自己抱着儿子 让老婆休息一会 彼此粉丝们表示十分的感动 都说冯少峰是一枚暖男 细节决定成败 真是让大家都知道了 有这样的一个丈夫 真是赢宝钱 是修来的福分 大家觉得呢